刚才那位女同学 有位女同学就说 你这样是不是好像逼人要承认自己是另一个性别 我想基本上你反过来这么说 要逼其他人承认他们是另一个性别 因为以我的常识 我觉得什么是男性、什么是女性 我们从幼稚园开始 你决定人家是什么性别 你可以有你的想法 但是你不能够逼全世界的人 是认同你的那种想法的 那你也要大家去沟通